救命 我居然在成都吃了蚊子刺身 說實話 它是有點辣唷 然後 你們知道嗎 那個蚊子它沒有 它沒有去世 它就在我的喉嚨眼子裡 一直在掙扎 救命啊我要出去 我突然想到了西遊記 就是掃上掃上 我在你的褲子裡 然後 我的嗓子眼非常的癢 非常的難受 作為一個歌手 你都在我的喉嚨裡 我還能拿你沒有辦法 我就一直唱高音 Life loves like a flower 不出意外 那個蚊子應該在我唱高音的時候 被我的肌肉夾死在了嗓子 很神奇吧 我建議大家還是不要去嘗試這樣的刺身 有點刺腦 謝謝大家